下面一个问题 浙江省朱吉士的居士 发心做三十七年佛事 至今已有两不多长 逐发者学习三十七年戏讲 也有十多遍 利益感应很多 但也有些疑惑 他底下有七个问题 这就是他一些疑惑 第一个 法式中有些同修见到复复杀 有些见到无形 同修恭敬认真态度超过活人 得到利益 请问这些感应 能不能说出来 以震掌大众信心 内部自己同修可以说 对外决定不说 这就对了 对外可以震掌同修 对内阵掌同修的信心 对外面说呢 人家说你搞迷信 反而引起别人 毁谤佛法 那这个因果责任 你要承担 所以你一定要看准 看清楚 这个人真正相信 可以的说 他有疑惑 我决定不起这个问题 这个要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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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